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米娜,一名生活在美国加州的低产经济和注册款机师 最近呢,有很多小伙伴提出让我做一期关于对2021年房地产这个市场趋势的预测 那么从表象上来看呢,最近这个贷款利率超低,达到了2.2几 那么疫苗呢,研发进展也顺利,很多人呢都开始去打疫苗了 经济复苏迹象呢,非常详尽,低利息状态继续维持 那这个整个房产的市场库存呢,供应的非常少 这些都会让房产市场继续保持平稳,继续表示OK的状态 不过呢,许多人也预测2021年美国的房地产呢 市场会crash,或者说是会疯狂下跌 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在这个后疫情时代 房地产市场呢,是如何波动的 尤其是在明年市场到底会有怎么样的波动 首先呢,我们先来回答一下最近常见的网友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在2021年到底会不会发生房地产危机 答案呢,是肯定的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什么时候会发生 具体这个什么时候发生呢,谁都没有办法去预测未来的 但是在本期视频中呢,我们的第一部分 会对于未来做一个四种可能的分析 那么这个分析呢,也会简单的说明一下 到底会什么时候出现这个crash这个缺口 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如果发生是否该采取这个应对的方式 然后呢,哪些地区会受到最大的冲击力 那么哪些可能的市场走向 那么作为美国政府是否会去有这些旧市的政策 2021年房产最后的趋势会是怎样 如果呢,你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呢 就请你继续耐心的看完这个视频 因为答案很长,我们会一步一步的来解释说明 接下来呢,让我们来聊一下影响2021年房价和市场因素到底有哪些 那么首先呢,肯定是我们的贷款利率 其次呢,就是市场的库存,也叫inventory 房价啊,收入啊,贷款的批准容易度啊 以及失业率和租金市场这一些因素呢,都会有所影响 然后呢,就是驱逐房客,房贷延迟,也叫forbearance 那还有政府的就市政策TARP 还有房子的净值估值,也就是我们常聊的equity 以及中小企业的倒闭率,closure rate 好了,那我们说完了这些general term 也不跟大家兜圈子绕弯子了 那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结论 再解释一下过程和影响因素 那么2021年呢,会出现的四种房产市场 可能分别情况是,第一种就是在2021年 低利率持续这个forbearance program停止 那么经济呢,会发生复苏 市场呢,维持稳定,或者是继续走高 第二种呢,就是在2021年后疫情时期 这个forbearance停止 经济呢,并没有复苏 但整体的inventory房产库源呢,是还是很少的 所以因为市场供求关系,支撑了市场这个维稳 第三种呢,就是在2021年后疫情时期呢 这个forbearance还是停止的 经济并没有复苏 那么买房者买房意愿呢,就会降低 房贷会发生default 那么法拍屋呢,会增加 市场crash,房价呢,就会大跌 第四种呢,就是说在123的基础上 经济行为呢,有了外力的干预和干扰 政府呢,出救市政策 那么hedge fund,各种各样的风投干预等等 各种政策以及政府的救急金救市,这些呢,都会影响市场走向 好,那么以上呢,我说的会出现的四种情况中呢 第一种呢,就是会出现的最好状况 那么也就是我们大家跟政府,联邦政府都非常希望能够出现的一个情况 在2021年呢,我们的forbearance program走向一个结束 那么这个program呢,它曾经啊,是拯救了很多的人和家庭 或者是将很多很多人这个发生的问题 都把它给滞后了,都把它给缓解之后到2021年 那么到了2021年呢,这个forbearance停掉之后呢 那在经济,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复苏了 那经济复苏呢,大家就会回到他们的工作单位去上班 这个失业率呢,就会下降,然后呢,大家都有收入了 就可以来复盘,也可以来复费,复配这个房贷的月供了 那这个时候呢,就不需要再去领失业金 和去继续用这个forbearance program了 那么经济复苏呢,大家也会都变成更加有钱 那么房产市场呢,自然也不会崩盘 而且呢,房价会继续平稳,甚至是继续上升 好,那刚才说的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在2021年这个forbearance还是结束的状态哈 那这个时候呢,经济并没有马上复苏 没有完全复苏 那么在后疫情时代呢,有很多中小企业 比方说Yalp上面有一些数据哈 说现在可能预测在2021年 会有将近58%的这个中小企业都关闭 或者是暂停的这个状态哈 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后疫情时期 就是一个经济没有按照原来的这个计划 去复苏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时候forbearance program已经结束了 那整个市场还是萎靡不振 那怎么办呢? 可是啊,这个时候房子的inventory 库存还是很少 那么房产在市场上可以卖的房子呢 因为比较少 那这个时候呢,出现这种状况 因为这个市场和供应和需求的这个关系哈 库存少,供应不变 那么房价呢,就不会下跌 但是呢,也有可能会短暂的出现一个小缺口 这个小缺口呢,就是会跌一下再恢复 那么房产呢,还是会一直有买家哈 甚至无论是本地,还是外国的买家 因为房产呢,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非常能够保持稳定的投资 而且风险较小 那它呢,是一个比较保值的项目 相对于其他的方式呢 房子在房源不充分 可选比较小的情况下 这个房价是不会下降的 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只能期望在这个等候的过程中哈 这个经济慢慢的复苏,回稳 然后呢,希望能把这个时间给过渡下去 那保持房价维稳的一个状态 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聊一下第三种可能性啊 这个第三种可能性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一个 可能会发生的最糟糕的状况了 那这个状况呢,就是到了2021年 这个Forbearance Program还是已经结束了 那这个时候经济呢,也并没有复苏 那么因为在后疫情时代呀 这其中很多的中小企业都倒闭了 失业率呢,还是保持在很高的状态 那么市场呢,就刚才的数据来说 58%的中小企业都关门了 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许多人都失去了工作和经济来源 许多人呢,可能都要饿肚子 当然了,这些生意倒闭和关闭时 坚立在疫情没有得到好转 疫苗呢,没有迅速的去被种植到大家身体内 以及普及的前提下 那举一个最直白的例子啊 在最近,美国波多黎哥 Potorico地区呢,因为疫情实施全州全民宵禁 晚上6点以后,绝对不许出门 餐厅啊,酒吧啊都不让开门 在这种情况下呢 小企业的确是举步维艰 很难维持下去啊 很多店呢,在这中以旅游为主的城市 更是没有了客源和生存空间 这种情况出现了 居民就变成没有收入,没有存款 又没有贷款的forbearance项目 那他们呢,就没有办法继续去付房贷 房子呢,被法拍,这个时候房源呢 就会变得更多 然后呢,大家所担心的房地产的市场 就会垮掉,房子呢,就会降价 然后呢,去买房的意愿 对于大家来说呢,就不会变强了 没有人去想房了,没有人去买房了 房源呢,就会越变越多 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 很多的法拍屋啊,短售屋啊 还有一些lender,因为贷款公司 他们收不到钱 贷款公司收不到钱呢,他们购买这些 贷款合同的金融延生产品的 二级银行啊,甚至三级银行啊 都拿不到钱 那么最后呢,就会演变成一个 非常可怕的蝴蝶效应 然后呢,就会产生一个市场的大崩盘 那这个呢,也就是我们说的 2021年可能出现的一个 最糟糕的状况了 接下来呢,聊第四种状况 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头三种状况之外的一个 那也可以说是在这头三种状况 基础上的一个状况哈 不要忘记了 在任何时候,经济这个机器呢 都是可以有国家行为或者是外力行为 干预的 那比方说呢,可能是 Hedge Fund会介入 那Hedge Fund介入呢 会用他们的资源金 和他们的社会资源 建立很多很多的管理公司介入 然后呢,政府在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呢 就可能会出现一个资助政策 出一个新的TARP或者是Program 来去投放资金来去救市 然后呢,这个政治因素也是有关联的 那毕竟在选举后的第一年 无论是哪个党派当选总统 都肯定不希望在自己当选的第一阶段 就出现房价崩盘 那么他们所要做的呢 就是维稳 那么维持这个民意支持率 那么基于这四种情况啊 就是说市场上来讲 第一种情况呢 肯定就是说我们所说的最好的了 那么第三种或者是第二种状况 真的出现了 那肯定呢 会有第四种状况出来救市的 那现在再让我们来聊一下崩盘 相信大家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个 假设说真的出现了崩盘 又没有救市政策 也没有外力来协助 那么疫情呢也不给力 房子呢又掉价了 付不起房贷 进入法派 然后呢 假如说真的出现这种状况了 房子又不能像股票 股票价钱呢 每天都发生变化 每小时 每分钟 可能都会涨 都会跌 今天牛市 可能明天就熊市了 房产市场 这个不动产的市场啊 它是有一个交易流程的 那么如果这个过程 真的是受到这种很严重的影响 那么对房产市场和房价的整体影响 一般来说调整呢 都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可能需要一两年的时间 那这一两年的时间呢 如果有一个好的经济政策 或者是好的市场 能够在这个时间 使房产市场回稳 那还是可以变回一个正常的 市场趋势 所以呢 房地产市场这个 它本身受影响的因素 还是蛮多的 那现在呢 我们再跟大家聊一下 这些会影响房产市场的 这个因素 在开头的时候呢 我们提到过一嘴 那么影响房产因素的最大一点 那么今年呢 2020年也受到这个因素的 很大影响 就是贷款的利率 首先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 房地产的贷款利率 美国的房贷利率啊 可以说是全50年来的 最低点都在今年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图表 30年固定贷款的利率 现在呢 是从1968年以来的最低点 利率超低呢 就容易贷款和 让买家和银行 愿意去做贷款 这个呢 是房产市场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支撑点 目前呢 以历史标准衡量的利率呢 可以缩时到最低 这使得更多的买家 可以拿低息来拿到贷款 然后呢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 直观看暂时 没有什么因素呢 会明显的提高 这个贷款利率的 那低的贷款利率呢 在低利率的时候 购入到房产 那么结合到 之前密贷有讲过的 通货膨胀和贷款利率的关系 在这个时候 无论是购买自住房和投资房 在低利率空间的市场购置呢 都是非常有利的 好 第二个因素呢 就是市场库存 那这个库存呢 英文叫做inventory 也就是市场的库存 那市场库存过多呢 房价就会下降 库存如果过少呢 房价就会上升 这个呢 都是保持在买家 也就是需求的量 是不变的情况下 那这个呢 也是一个很简单的描述 我们可以说是 在看屏幕的图表上 在2005年的时候呢 美国房产市场的supply 库存是在这个最高点 那2012年呢 跌到这个最低股 然后经济复苏开始后 supply开始 逐渐的回升 那现在可以看到呢 这个supply库存的位置 还是远远低于高点 或者是需求 可以看到表格 右边写的这个疫情影响 社交距离 工人减少 天气影响等 诸多诸多因素 都使得这个施工变满 然后呢 这个图表中的这个蓝线 代表的就是Lumber 木材的价钱 可以看到 木材的价钱 现在攀升非常高 那木材是干嘛的呢 木材是用来盖房子的呀 这个时候就可以说 这个Mil建筑工业 对于房产市场的一个预判 那么库存呢 对于价格的影响 在最近几个月的加州呢 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男家的房源数量呢 目前还是比较少的 尤其是在最近这几个月 大家买房呢 都是要用抢的 很多房源呢 要加价完成 无论是新房 还是二手房 都是一个样的 那为什么会出现 这样一个状况呢 早在2012年呢 这个房地产泡沫经济危机之后 曾经出现过的一个数据 就是说 在我们南加州 整个的房地产市场的缺口 大概在34万左右 后来呢 这个缺口也一直都没有被填满 那在现在呢 市场上的房源相对来讲 因为比较少 那么在尔湾 很多地区呢 它的这个刚需房啊 都是供不应求 那它的房源呢 只有大概一年前呢 不到75%左右 甚至啊 有的地方呢 它只有一年前的 40%到45% 甚至是到50%之间 这个呢 也就是为什么 这两个月买房都要用抢的 那现在呢 在小尔湾东谷 也就是说 自从七八月左右 九九大华要超市 要入住东谷 这个消息放出之后 大家呢 也都是出于一个 非常疯狂的抢房状态 那么市场呢 原本平均在市的listing 就是在市房源呢 之前一直是有 70到100个左右 那现在呢 整个东谷 只有不到20个房源在买 20个房子 移动城市 这么多买家去抢 那其中呢 在刚需房 可能是 可能是63万到70万 之间的这种房子啊 基本都是 大家要加价 甚至加价都拿不到的 很多地区呢 可能会加个两三万 才能拿到这个房源 很多地区呢 可能两三万都拿不到 好 第三个因素呢 让我们再来聊一下房价 和收入 在跟大家讲这个 房价跟收入的 对比之前啊 我们先看一下 另外一个图表 那看看房价是否可以 以不可持续的方式增长 那么主要呢 也要看一下房价 相对于收入的 这个增长率 因此呢 蓝线是美国家庭 收入的一个中位数 现在每年呢 仅更新一次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 它看起来 有点像块庄 而且呢 这里这个红线 是希勒国家住房价格指数 那么这个是整个美国的平均值 现在呢 你可以看到两个指数 在1990年期间呢 彼此是大致一致的 但是在2008年 也就是房地产泡沫危机中 这个房价的增长是巨大的 这个是不匹配的 那么目前呢 2020年的这两个数据 步伐呢 还是保持一致的 好 第四个因素 让我们再来聊一下 这个信贷条件 通俗点来说呢 就是贷款批准的容易度 这个因素啊 对于房产销售和买卖 是非常有关系的 让我们来聊一聊信贷条件 讲信贷条件有多严格 这个呢 就是针对高级贷款人员和银行 在批准你贷款的时候 审查贷款的这个难易度 住宅里亚贷款的信贷条件越紧 这个贷款呢 就越难 那这个贷款越难呢 房产市场的火热程度呢 就会下降 因为拿不到贷款呢 就无法买房 所以这个需求量呢 也会下降 好 第五呢 就是失业率 失业率呢 一直是美国一个 无论是政治啊 还是生活 都是大家一个 一直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啊 这也是一个重重之重的数据 这个失业率呢 在美国的失业率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乃至于关乎大盘指数 许多一些 干入美股的资产管理公司和股民呢 都会关心这个指数 我们来看一下 劳工局的这个数据分析啊 高失业率将严重影响收入稳定 和考虑购买新房的意愿 未来几年呢 这个失业人口将为房地产市场带来巨大的阻力 根据这个劳工局 也就是Bure of Labor Statistics的最新统计 于2020年11月以后 这个失业率呢 已经下降到6.7% 11月呢 恢复就业的人口增长了24万5千人 这个数据呢 看到是一个好的方面 那不好的方面呢 就是失业率在2021年呢 可能会进一步受到影响 因为呢 有些用来一些减轻 这个由于COVID-19 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压力的 这个政府救助计划到期 比如说这个薪资保护计划 俗称PPP 还有联邦的失业保险计划 那么政府的救济金的结束 和法律保护计划的停止 可能会进一步引发失业率的升高 那么因此呢 也会出现很多面临 Eviction 也就是房客驱逐的这个高额的浪潮 既然我们提到了这个 Eviction房客驱逐 就让我们来聊一下 在2020年呢 3月开始 美国多地方都颁布紧急这个立法案 禁止房东驱逐 受新冠疫情影响的这个住宅和商业租户 那么紧急法令呢 并不取消这个租金 但是向有受到伤害的租民呢 提供临时的租金暂缓期 暂时呢 追缴租金并暂停的逾期罚款 租户呢 必须证明他们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 COVID-19 而导致这个收入丧失 而无法去交取租金的 并不是所有租户都想要这个优惠政策的 好 第七呢 让我们来聊一下 Forbearers Program 贷款宽松政策 这个呢 刚才我们在聊到四种状况的时候 一直在重复的讲 那我们来聊一下具体 Forbearers到底是什么 这个呀 其实就是一个政府的救市政策 在这个2020年的这个疫情开始之后呢 本身这个当时的利率较低 然后呢 又降息 这个时候就降息呢 就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容易拿到贷款 那对房产市场呢 也会变得更加有利的这个趋势 但是在疫情开始之后呢 这个失业率的大幅度增长 居高不下 那么因为疫情呢 政府就推出这个另外一种救市政策 俗称Forbearers Program 这个呢 结合刚刚提到这个PPP 失业保险金等等 都是政府在2020年提供的救市政策 那Forbearers呢 就是无论是不是受到这个疫情 直接或者是间接影响 只要在疫情期间 你不能上班了 或者是受到周边的影响了 或者是你的生意啊 变得不好了 那么你呢 没有原来的那些钱和收入 或者就是你暂时不想去付这个房贷 Mortgage 那么你呢 都可以利用这个Forbearers Program 把房子的payment付款延迟到6个月以后 甚至是一年之后再付 那在此期间呢 很多人都选择了延后一年再付 那这样子呢 就不会产生所谓的不良幸运 不付房贷呢 也没有不良幸运 那房子呢 也不会因为疫情期间 你不付房贷了 然后呢 被放上这个Deliquus 也就是欠款的这个名单啊 甚至是去到短售 或者是法拍 那自然呢 整个市场的房价就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这个政策呢 其实是不错的 确实呢 实打实地解决了很多人的燃眉之急 但是呢 这个政策 其实也是一个问题和泡沫的开始 给推迟延后了 那这个就好像2008年的地产泡沫 其实呢 房产崩盘迹象呢 并不是2008年就出现的 而是在2005年年底 就开始有一些迹象了 很多人呢 付不起房贷 这个失业率啊 上升了 短周无法排污增加了 那真正出现影响到大局市场呢 是2008年年底到2012年这期间 都是在三年到五年之后 才会真正出现这个实质性的影响 所以说哈 假如2021年真的出现了这个市场崩盘 和房地产泡沫的话 房价的大规模 大幅度的下跌 出现的可能会在2022年 或者是甚至是2023年才会出现 因为毕竟啊 这个房产它不是股票 它的这个变动过程周期呢 都是需要一个时间和周期上的一个变动 我们一直在提2008年房市崩盘 但是毕竟啊 2021年的这次跟2008年呢 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2008年呢 是次贷危机 是房子被高估价 那么房产市场呢 被银行啊 次贷银行啊 金融延伸产品啊 以及估价机构 或者是金融保险公司 联合造成了一个高风险房产泡沫的大崩盘 而2021年对比2008年次贷危机呢 是有本质上区别的 所以说对于是否2021年 会出现2008年那样的大崩盘 答案是肯定不是的 但是预计2021年年中呢 的确会出现一个小缺口 也就是小小的下跌后又反弹的情况 但具体这个是真的要分地点 分市场和区域 就好像2020年8月到11月 加州许多地区的房价都出现了 Sugar海飙升 可是呢 也有些地区的房市停滞不前 具体的地区市场 要看具体的分析 具体的供应和需求 那么对于市场有兴趣的小伙伴呢 可以在评论区提出意见 我们来讨论一下 好 那么聊完这一点呢 接下来让我们来聊一下 租金市场 Rental Market 那么租金市场的变化 也是对于一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 以下呢是一些我可以想到的对于2021年市场情况 这个可以采取的相对的应急措施 首先呢要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必要的研究 以了解房产市场即将发生的调整和变动 这样呢以便提前保护好或者是规避 或者是做好抄底的准备 那其次呢要从数据上关心市场和走向 有时候呢大数据比任何专家的分析 更为准确更为可信 不需要完全去养来专家的分析 YouTuber 网红节目 包括我自己的分析 都远不及真实的市场数据来得更为准确 那么你呢也可以在劳工局 Labor of Statistics Multi-Family Housing Council Rapping Data Center 或者是Mortgage Banker Association 甚至是BlackNet Inc 这一些网站看到最新的这个房市的市场监控数据 接下来呢就是说房价 房价这个下跌的影响将针对各个市场 并且呢与该地区都有很大关系所不同 大都市区呢往往会受到更大的影响 比如说在南加州 洛杉矶大都会区 以及城县的尔湾地区呢 就代表了最新的南加州大都会市场 可以建议小伙伴呢 使用包括这个Raven啊 Zillow啊或者是realtor.com 在内的APP资源监视 感兴趣的市场中的房地产市场库存 或者呢也可以加我的微信 索取我们为大家定制的提供的 MLS的房源的APP来参考查索房源 然后呢就请大家注意市场供应和库存 你将看到某些地区的库存变高 而另外一些领域的库存减少 那市场的供应吸收关系呢 这些都会协助你了解当地的房产市场的变动和方式 然后呢要注意这个人口的迁移模式 在此之前要了解人们的去向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疫情期间很多纽约的人都搬往了外州 那么这个美国人口普查局查看这个人口流动的信息呢 也是可以的 而且呢这个信息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疫情开始之后呢 大家都从都市往交区搬 从上城去搬去东南去 从北加州搬到南加州 那么了解这些人口的迁徙模式呢 有利于对这个房地产市场 总是做出更好更准确的判断 接下来呢就是在新冠疫情中呢 贫富差距继续拉大了 一方面呢刚需房自住房 好地区的投资房源价格飙涨 一方面呢有些地区低收入人口 就是穷人面临被驱逐的危险啊 所以说这个投资房市场呢 要谨慎入市做好调查 接下来呢就是要注意通货膨胀 大规模的放水通货膨胀呢会变成极大 甚至说买房呢可以在某种程度上 对抗这个通货膨胀 但是呢也要提前了解市场 了解市场走向以及调整 投资和购房的策略 也可以去参考我之前讲的投资房呢 视频房财市视频去做参考 最后呢就请注意政府和各项房 地产救市鼓励舒缓的相关政策 因为呀这个政府的经济挑战 仍在继续 那么经济上和政治上呢 给政府面临的这个巨大压力 会迫使政府出台 去让他们去做一些政府 对于房价产生有利影响的 各种各样的政策 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 对于美国房产市场的一些观点和想法 跟大家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分享 那如果大家有想聊的问题 或者是有小补充 请在评论区留言或者是私聊跟我聊一下 我是Mina 因为生活在美国加州的 地产经济和注册会计师 如果你是新朋友 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就请订阅一下 并打开屏幕右下角的小铃铛 推送我的视频消息哦 那么如果你是老朋友 那感谢你对我的视频的再次收看 感谢你对我频道的支持 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 拜拜